秘衣矽胶融入 女胸部变石头 一大一小 这名招北市行大移送的妇人 是在台吴医师执照的 柬埔寨职业医师 黄兆秦 她涉嫌以小真美容方式 在台替女子 违法施打矽胶融入 北市一名34岁女子 7年前经邻居介绍 找她融入 双方讲好 注射胶原蛋白丰修 女子前后花了29万 两次到黄兆秦住处融入 之后却出现硬块 两个乳房变成一大一小 今年9月去检查 才知道注射的是细胶 警方获报 前晚趁黄兆秦反台投票 将她具体到案 命运表示 经不起女子哀求 才违法融入 并坚称当时是注射胶原蛋白 她本身自称是在 日本的部分有医事人员的资格 但是在我们台湾的法令 她是不允许 她从事相关的医疗行为 所以这部分是违法 警方训后 一一施法 要施法 及诈其罪嫌 将她移送 动新闻台北报导